現在就講到《福音聖茶經》 就是說 怎樣用不同經文向人傳福音 用來可以帶人信耶穌 幫助人更加認識神 而今次的主題就是神的創造 顯出祂的能力和神性 神的創造是我們隨時可以講的 大家看到幾個圖 第一個就是宇宙萬物那種創造 就是這個星球 太陽那些奇妙 右手邊就是很美麗的景色 我們周圍都可以看到 給它看到 你看花草樹木多美 蝴蝶多美 雀鳥多美 下面左手邊就是人的腦和身體各樣的構造 很奇妙 我們的眼睛 然後右手邊就是父母的愛 人的愛都是神奉在人的心中 人和動物都有愛 都是顯出神是充滿愛的 而我們在經文可以 第一就是經文的內容 第二就是神的屬性和恩典 在這個經文看到什麼神的屬性呢 也都在自然界都可以看到神的屬性 譬如神創造是美麗的 所以神是美麗的 有藝術感的 神能夠傳遞的 祂將祂的能力可以溝通出來的 神有愛的 所以那些動物都有愛的 神有設計的能力 祂設計得很好的 譬如很多 有些人認為細菌沒有用 但細菌是幫我們把很多不好的東西能夠 譬如那些叫Fungus Fungus就是 Fungus中的 很多人認為沒有什麼用 但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有毛菌才能夠把那些死了的生物 可以把它消化了 有些動物吃完之後 剩下的那些要把它消化了 讓它可以歸回塵土 這樣這個世界才能夠平衡的 這個都是神的屬性來的 即是祂的計劃很完美的 這是怎樣應用出來的 好 我們用的經文 就是羅馬書一章二十節一起讀 自從造天地以來 為神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這個經文是全福庵很有用的一個經文 就是講到 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聖 好 有沒有人想講一下 永能是什麼 神聖是什麼 照字邊已經可以知道了 有沒有人想講一下 永能和神聖是什麼 大家可以放心去試一下講一下 永能 即是祂是全能 而神聖就是神是愛 是 OK 好 永能就是永遠的能力 祂永遠的能力 還有神聖呢 你說出一個神聖就是愛 除了神聖愛之外 愛這個神聖還有什麼神聖呢 在自然界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的 在自然界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的 大家想不想到 例如神做很多種的生物互相配合的 例如有蜜蜂 有花 是吧 這個除了愛之外 還有什麼能力呢 智慧 是吧 它能夠計劃 配搭出來 它會創造那些生物 每一種生物 有不同的功能 能夠互相配合達到這個能力 所以它有計劃的能力 它有智慧的能力 是明明可知的 是明明可知的 明明可知 即是怎樣 明明可知即是代表什麼 只要你去什麼你就會知道 去留心 去思考就會知道 雖然是眼不能見 眼見到什麼見不到什麼呢 這條講到有見到一些東西 有些見到一些見不到 什麼見到什麼見不到呢 雖然是眼見不到神 但即是神所做出來的物 就可以知道有個神存在 沒錯 知道神 知道它的永能和神性 我們看不到這些 但由神做的蜜蜜 我們可以知道 叫人無可推諉 什麼意思呢 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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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得推卸責任 無得推卸責任 當我們看到這些賣物的時候 是會看到真是有神創造的 好了 這裏呢 其中一樣 我們會講不同的方面 就是看到神創造的奇妙 以賽書49章15節 這裏說到 婦人 不會忘記牠吃奶的嬰孩 面穿牠所生的兒子 我們除了在人那裏看到 還在不同的動物看到的 當我們見到的時候 你會發覺母愛有多強 大家有沒有見到一些例子 想到一些例子 看到母愛有多強 有沒有人想講一講 或者你自己是母親 你可以說 你那些母愛有多大 我去那個太空館看那個小海獅 那個媽媽都是 那個妹妹 我看到她的妹妹是很強 因為她要去海那裏賺食 一去就去幾天 回來呢 就要餵奶這個小海獅 就到這個小海獅 可以下水游泳的時候 她的海獅的翼很短 那她呢 將那個翼呢 是扶著那個海獅仔 一直這樣游 那在那一刻呢 我感覺到 哇原來動物 她那份愛呢 好像還 就是比起很多人的愛還好 我有一張這樣的感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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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如果看大自然的影片 是 現在YouTube大把都看了 是很多的 你可以找的真的很多 你可以看到 看到母愛的 那在這幾幅圖 大家看到什麼 可能 看到嗎 看到嗎 可以 可不可以 講一講這些圖嗎 你們要拿咪的 人和動物都是有愛的 都可以自己移下去 OK 我想你說得細緻一點 不只是人和動物都有愛 我呢 形容這裏出來 右上角那一幅圖 我看到有一隻很肥的雞 但是它就是 有一些貓仔在它前面 是的 它好像很保護 就是那些貓仔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庇護 是的 這樣 左下角 就見到 一隻獅子 獅子媽媽 是的 就是獅子仔 那隻獅子仔 那隻獅子在那頂 這樣 好像兩個都會享受的 你看到 是的 右下角呢 鱷魚裏面 它就是那隻鱷魚仔 就躲在那裏面 是的 就是全方在保護的 你看到 好 那我先講講那隻 母雞 母雞呢 有些人把 有些小動物放在那裏 它都 就是它一直 坐在它上面 讓它保暖 就是母雞都會保護其他小動物 其實都有些不同的影片 我見過 有隻母獅子 看到一隻 我不知道 一隻鹿 的嬰兒 就是很有問題 那隻獅子不吃它 反而就保護它 就是有時候 那些動物 它都會有那種 無外顯出來 不是對它的子女 對於其他 弱小的生物 都有這種愛 鱷魚的故事很特別 鱷魚是冷血動物 其實我們見到 多數這些都是熱血動物 譬如雞 和獅子 老虎這些都是熱血動物 但是鱷魚呢 是冷血動物 但是它依然有夢外 當它媽媽要生蛋的時候 它就會找一個地方 有水邊 有上谷 有些沙 泥 爬上去找一個地方 就滑溜 就生了蛋 生了蛋之後 就用一些泥沙 蓋住它 但是這些動物 經常都會走來找蛋 它就會停在下面 看著那個地方 看著的時候 它不能夠再獵食 為什麼呢 因為動物 都知道 鱷魚在那裡 沒有人會走過去 所以它找不到食物 它就會有百多天 是沒有食物的 還有一些蚊 一些烏鷹 走來它眼那裡 它臉那裡 不斷針它 所以它會腫 因為我看這些影片 好了 到那些鱷魚仔出生 鱷魚仔出生 鱷魚仔出生會有聲的 焗焗 焗 大約這樣的聲音 接著它就爬 爬開它 爬開它之後 它就會 擀它在嘴裡 但是那些牙 真的 很膩 牙膠 有多大力 它會很小力地 把它插進嘴裡 它不是再插一隻 插完一隻 又第二隻 第三隻 看它的嘴裡擀了幾隻 然後拿到水放下 然後走回 又再擀過 就是鱷魚都看到它那種細心 那這些呢 這些動物那種本性 就是它會這麼強烈的照顧 是它本質來的 正如人都是會有的 那其實 男人一樣有的 不只是女性有的 男性一樣對那個BB 是會很有愛心 當然 就是程度 通常來說 都是沒有比媽媽那麼強的 就是很明顯看得到那個愛 那問題就是 哪來的呢 為什麼那些動物會有這麼強烈的愛 為什麼人會有這麼強烈的愛呢 那就是它本性來的 所以這個就不是好像它學回來 是它本質有 是很難拿走的 就是你怎麼樣 譬如跟那個媽媽 就算有時那些人呢 有些小鳥 它走過的地方 小鳥走過來刮它 為什麼呢 那個小鳥剛起了鬥 生了蛋 生了寶寶 那些人走過 它就會刮那些人 就是它那種母愛呢 是很真實的 那第二樣呢 就是食物 那我們可以 跟那些人聊天 都講到那些食物 綁到母愛 綁到食物 一起讀一下 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 就是全地都看到神的慈愛 看到食物 那些食物呢 大家最主要吃什麼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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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一種生物 每一種植物有它 好吃的地方 是吧 每一種食物有它的 它的味道的不同 質感的不同 還有呢 是有香氣 和香氣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吃東西 可以聞一下它先 是有香氣 很多食物都有香氣的 除了味道和香氣 也是有營養的 其實自然的食物 是最有營養的 那些用盒裝著的食物 其實是加了很多添加劑 是不太好 所以吃健康的食物 最好都是神的慈愛 那我可以跟別人說 你喜歡吃什麼 那你想想想 你可不可以 譬如有些人說 我喜歡吃芒果 你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材料 做芒果出來呢 沒有人做到的 即是沒有人能夠製造神 那種好吃的食物 我們可以用芒果 用一些水果 跟別人談 關於神的創造 好了 那這裡有一個故事 那我就這樣說給大家聽 這個就是 但我信耶穌 即是開始認識耶穌 它叫中微五 那我最近都找回它的 它是一個教師來的 那它當時跟我談 那我就說呢 我問神是否有證據證明 是真的有神 它就講這個故事給我聽 風學家牛登 看到這個世界 很有秩序 很有設計 奇妙 它就相信這個世界 真是有神做的 那它有一次 就做了一個模型 就有太陽和九大行星 那它的朋友 我上網找了 找到一個名字 天文學家哈雷 哈雷就是發現那個哈雷衛星 它就叫它 用它的名字哈雷 就是有一個衛星 是有自己的名字 它就不相信 哈雷就不相信 這個世界有創造 但是它就見到這個模型 很有興趣 它就問它 它是誰弄的 鴻敦就說 沒有人弄的 是自己變出來的 朋友說 沒有可能的 這麼精巧的東西 一定有人弄的 然後鴻敦就說 如果你說這個東西 這麼精巧 一定有人弄的 為什麼這個整個宇宙 這麼多東西 一定是自己變出來呢 那麼 當鍾明五老師跟我講完之後 我心裡在想 對 整個宇宙這麼多東西 我現在越來越認識這麼多 很多東西很奇妙的東西 怎麼可能一樣都是變出來的呢 那麼就 讓我們看到 真是這個世界 是有一個神 而有一個神 是對我們很好的 所以我們 傳方在那時候 跟那些人聊天 就是說 你有沒有關心 你自己將來去哪裏呢 你有沒有關心 將來真的有天堂 你去到天堂呢 你都可以說 你關不關心你住在哪裏啊 這幾十年你關不關心你住在哪裏 很多人都會 很多人都會關心啦 你這家屋流不流水 關不關心啊 關心啦 你這家屋 是不是在火爐旁邊啊 當然會關心 如果火爐旁邊 當然沒有人喜歡在那裏住 但是地獄是永遠在火爐裏面 那你會不會關心呢 不過我真的說 我跟過很多人聊 有些人真的不關心 但是有些人會關心的 所以我們就去找機會 這些都是一些 開始講說話的方式 那待會被大家操練了 我們有這麽多例子 和在WhatsApp我全都傳給你 那你不記得 你便在那裏找出來 你便看看 用哪一個來講 去跟人聊天 帶起討論 好了 那我現在用 羅馬書一章二十節的討論問題 當你看到世上各種生物的奇妙 會不會想到所有生物 在哪裏來呢 可以這樣問他 在哪裏來呢 還是有個神創造呢 有些人就會說 進化 那我後面那裏最後有回應的 最後一會我先講回應 關於進化論 那經文就說 從哪裏可以曉得神的永能和神性呢 就是由神所造的賣物 永能是什麽呢 永遠的能力 有什麽神性可以藉著賣物顯露出來 大家先講過 記不記得有哪幾樣神性呢 可以放膽講 用個麥克風講 剛才講過就有愛 智慧 計劃 設計 美感 還有 還有 其實還有很多的 好了 這個其中一個例子 我們可以用的 蜘蛛 蜘蛛生蛋呢 左手邊 大家見到 好像有些包著 是絲來的 它用蜘蛛絲包著 包著所有蛋在裏 然後蜘蛛就走了 那些蛋在裏面 枯化變成蜘蛛 自己爬出來 自己自生自滅 但是沒有人教它 它會懂得做這個 很漂亮的蜘蛛網 蜘蛛網 蜘蛛網不是那麽簡單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過 蜘蛛蜘蛛網 它首先要搭一些長的線 但是那些 它周圍環境不是全部都是平衡的 它搭完這條線 接著搭另一條線 搭出來 條條都是那麽平衡的 由中心那裏向外伸展出去 又會這樣打橫伸展下去 這個都是很明顯看到 它裏面有這種能力 蜘蛛 你想想 就算你懂得出獅子 例如你找個BB 那個BB有獅子 可以出一些繩子出來 弄個網 它根本不會弄個網 但是蜘蛛一出生 自己懂得弄蜘蛛網 這個真是神放在它裏面的 好奇妙的設計 還有我順帶講一件事 我那個文件都沒有寫的 這個講開 就是蜘蛛出來的C 有兩樣質素 一個就是C C是比鋼更加強 你說有沒有搞錯 是計重量 同樣的重量的鋼 是不及同樣重量的C 那麽大力的 那種銀力是不夠它那麽強的 第二 只是C沒有用的 它有黏性的 它有另一種分泌 就是有黏性 所以會黏住其他的生物 可以捉到那些生物來吃的 這就是神所設計 那你想想 如果那隻蜘蛛 它自己變出來 它變了一些黏性出來 黏住自己 就自己先死了 它怎麽樣能夠保護自己呢 就是神就做它 那隻腳就不會黏那些屍的 所以它能夠走的 那個思想都沒有問題 變成走得很快 很快的 好了 跟著另外一個 帝王斑碟 就是這個 香港都有這個 我忽然間 斑文奉碟 虎文斑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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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 但是這個不同的 這個是美洲的 它是長途的 長途的遷徊是三千里 這個對不起 這個去錯了 三千里 我這樣說一下 這個故事是怎樣的 是五代 四五代 循環 它又北面 在夏天的時候 在北面 然後呢 到它開始糧 它普通的帝王斑碟 是兩個禮拜至六個禮拜 就是最多一個半月而已 但是到那一代 它對秋天那一代是很特別的 這一代呢 是長命到六至九個月的 為什麼它那一代又會這麼特別呢 它長到六至九個月 還有它會大隻一些的 有時它是第五代 有時是第四代 就是 看看它出生的時間多久 跟秋天接近那些 就會是建成這個 千里的帝王斑碟 那它呢 就可以長命到六個月 至九個月 這麼長的時間 那它呢 就會怎樣呢 就開始向南遷循了 那現在 美洲東面 就會去到墨西哥一個森林 全部都去過那個森林 但是它從來沒有去過 它爸爸都沒有去過 它再次的爸爸都沒有去過 就是它幾代都沒有去過 是再之前那一代去過 然後呢 它就去到那裡了 很多很多百萬隻聚集在一起 就在那裡 它就不繁殖 普通的胡蝶很快會繁殖 它只有兩個至六個星期很快會繁殖 但是它不繁殖 它的荷爾蒙呢 令到它當時是不繁殖 它去到那裡就是休息 因為那時候是比較冷的時候 它就在那裡停留的時間 然後呢 到了春天來了 它就開始向北面飛 然後呢 它就開始懂得繁殖 它的生殖器官才完成 它繁殖之後 下一代就短命回來了 一代兩代三代 到上面 下一代才再回來 就是它這樣循環 每一年這樣循環的 就是很奇妙的 為什麼奇妙呢 為什麼代代都這麼短命 是它都代這麼長命的呢 什麼因素令到它會這樣呢 那它長命 它應該又會正常繁殖 它又不是 它又不繁殖 因為那時候不適宜繁殖 它只是去到南邊那裡 它就在那裡停留在那裡 然後呢 就到了春天了 它就懂得回向北面 它從來都沒有去過的地方 其實是經過的 它經過的 但是跟著它生的那些蛋 它又沒有教它 因為它根本生了蛋 它自己就走了 死了 那些蝴蝶就會死 生完蛋之後就死了 死了生出來 它就懂得向北面去 一直向北面去 那又生下一代 又去北面去 繼續 繼續這個旅程 帝王斑蝶很多人都說 真是很奇妙 就是它見到都很難以相信 很難以明白 為什麼它會懂得這樣去繁殖 和它身體內的構造是不同的 到它生蛋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 到它懂得繁殖的時候 它才繁殖 為什麼它會這樣呢 就是人都沒辦法解釋到這些東西 這個大家如果記得可以這樣 我一個內容都傳了在你的WhatsApp那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 好了 這個就是那個圖片 大家看到 東面 美洲東面那些 就是落到墨西哥那個森林的 而在美國的西面那些就不是的 那些就去到加利福利亞州 或者東面那些南面的地方 而它們是從來沒有去過那裡的 好了 另外海龜也是很特別的 海龜這些 給大家看一下圖先 在大約1970年 六幾年的時候 有一個攝影家 有一個生物學家 他就去到墨西哥一個海灘 那一天 涉影到幾萬隻海龜在那裡生蛋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些人再數個數目是少了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當地人把那些蛋拿出去賣 就變成他們的繁殖少了很多 那些海龜呢 有些海龜很特別是同一晚 每隻海龜聚集一起走去生蛋 它怎樣傳遞這個信息呢 那它一起生蛋有什麼目的呢 當它枯化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下面的圖 是所有的海龜一起出生 那它出生的時候 就有很多鳥仔 各類的動物走來吃的 但是因為它送很多 所以總有一些酒 就可以繁殖下去 這個是一個海龜 非常之奇妙的設計 那我現在在這裏 再將內容講出來 海龜能夠出海十幾年的 它出了海 就是海龜仔 它就會很快游游游游 很遠 為什麼呢 在近岸邊 就有很多魚會吃它 所以它很快游游到很遠的地方 有些人去追查它 到了它去哪裏呢 它用個人的方法去追查 我在網上都看這些影片 然後過了十幾年之後 它會繁殖 它還要回到它出生的海灘 很特別的 海龜仔 當它在水裡游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試過 游水嗎 它都漫nings 如果可以游 如果游出去 游的水 游到其實遠 如果游到好遠的話 sch rep 回頭你都要看陸上有什麼地標 你才回到原位 如果你隨便回頭 可能去了另一個海灘也不一定 海龜游啊游啊游了十幾年 去了哪裏呢 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但他懂得回到同一個海灘 他怎樣回到去呢 都是很困惑的事 而很奇妙就是有些品種 那些海龜就聚集在一起 接著同一晚全部走上岸生蛋 很奇妙 為什麼會同一晚生蛋呢 接著那些龜仔就同一晚孵化 他們又懂得選擇晚上的為主 有時晚上會未孵化 那天口那些就多數被那些著者吃了 他就會盡量在晚上那刻 他會感覺到沙比較涼 他就爬出來 然後就會一起孵化 那麽就幾千 以前還多幾萬呎 海龜一起爬去大海 所以總有一些走掉的人 那麽就 即他會知道 首先大家想一想 海龜小隻的時候 不知道什麽叫生蛋 他都未見我媽媽的 他不知道什麽叫生蛋 他只是覺得肚子有點脹 肚子的脹是對得要便便的 還是要什麼呢 他怎知道現在要生蛋了 我要爬上岸呢 即這個知識其實都很奇妙 他的規矩怎麼知道我現在要生蛋呢 是真是神放在他裏面的 好了 生蛋 他是從來沒有見過他媽媽做的 他爬上去其實很乱順的 他在水游就方便了 爬沙是很辛苦的 他爬開一些沙爬爬爬爬爬爬 他又很乱順的 他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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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些蛋就對證個洞了 然後蓋上牠 牠為什麼會懂得做這麼多的東西呢 其實很明顯是神放在牠的遺傳恩子裏面 證如 為什麼那些動物懂得愛牠的子女 如果大家看過那些熊貓 生了嬰兒有沒有看過 熊貓很大隻 牠的嬰兒很小隻 那個嬰兒在牠的毛那裡爬啊爬啊爬啊 爬到牠的乳頭那裡懂得去吃奶的 就是很奇妙很奇妙 這就是神造那些萬物的奇妙 我們真的覺得真的很特別的 好了 跟著呢 剛剛會生蛋的海龜從未生過蛋 牠怎麼知道牠要生蛋呢 要便便呢 海龜怎麼懂得回出生的海灘呢 海龜又怎麼知道同一晚聚集 不是全部海龜都是這樣的 有些是同一晚聚集 有些就不是的 那牠從未生蛋 怎麼知道需要挖個孔呢 又怎麼懂得挖孔 這麼重的身體怎麼挖孔呢 怎麼懂得蓋住牠呢 就是怎麼知道生完蛋就走了 那沒用的 但是牠懂得蓋住牠的 那這一切都顯出神的創造 那我也講一下 有些愛龜人士 因為牠們看到 哇 有些地方那些人 真的沒有愛惜那些龜 於是 其中呢 我知道在美國 是有些人走去 可能買或者不知怎樣 總之拿了很多海龜蛋 去到美國某些海灘 就看看牠會不會回美國的海灘 還是回去墨西哥的海灘 結果是怎樣呢 牠放出那些龜之後 十年之後 第一隻海龜回來生蛋 後來越來越多了 就是說 為什麼 十年之後牠才成熟 所以十年在那等 最後等 牠們會做很多事情保護牠 因為現在海龜全部都是貧臨絕種的生物 那牠怎樣呢 牠還有隻狗 有些有隻狗 狗懂得聞海龜蛋 牠帶著海龜 牠自己走的 看到海龜那些爪的痕跡 牠就跟著那個地方找到海龜的鬥 然後呢 牠們就會拿牠出來 因為呢 兩種方法 有些就會圍著牠 保護牠 有些就拿出來 讓牠枯化 然後在那裡放生 就是牠們全部都是放生的 就不是拿牠回家玩的 全部放生 都是有些人這樣做 所以呢 令到海龜在某些地方繁殖島的 這些都是一些愛龜人士 想保護這個世界 譬如很多珊瑚礁都是被破壞 但是後來某些國家願意禁止那個地方捉魚 於是那些珊瑚礁又可以生出來 這個都是神創造萬物人人去保護 那海龜呢 真的很看到神的設計 就是說譬如海龜用什麼方法回去 是一定神放在牠裡面的 如果海龜是自己變出來的 牠怎知道 牠怎知道我要用這件事回到原來的沙灘呢 為何牠會這樣做呢 實際上我們很難以廢解 怎樣牠能夠有這種能力 好了 接著我們要回應進化律 很簡單回應 有些人說 不是啊 這些是進化出來的 我們可以回應了 如果生物是進化出來的 需要兩種化石的證據 第一個就是化石石層出現的時候 應該逐漸出現不同的生物 慢慢出現 但是最先出現生物的那一層 叫做韓武紀石層 Cambrian layer 韓武 韓武就是拼音而已 紀就是年紀 突然間很多生物出現 大家看看這個圖 這個就是韓武紀的生物 是很多種複雜的生物 包括有蟹椎的生物 但是全部突然出現 是沒有逐漸出現的 但是以文說 你給我們一百年 我們會找到這些化石 但是你已經是二百年都找不到 是找不到的 就是牠們其實很多時候是 很多東西是想支持創造論 進化論 所以牠們很多不是真實的證據 牠們都說是真實的證據 牠們看著這些韓武紀的生物 我曾經找過那些進化論的書 牠們去那裏找那些化石 然後再前一層去找 只能找到細菌 找不到牠的祖先 那個進化論的書怎麼說 牠說其實是找不到的 進化論一定找到 牠說找不到的 因為沒有存在 我真是很奇怪 進化論的人說沒有存在 那怎麼變出來呢 牠們自己都知道找不到的 好了 跟著呢 第二種需要就是生物進化出來 由一種變成一種 應該有個中間形的 但是沒有這件事的 就是牠們找不到 但是牠們很多時候就會說有 但其實是找不到的 例子就是由老鼠變猿猴 所有的哺乳類動物都是由老鼠變的 老鼠變的過程應該是 老鼠的腳向後屈的 我們的腳向前屈的 怎麼變猿猴呢 中間應該有個中間形 但是牠們找不到這些變緊的生物 或者中間形的生物 所以各樣的生物由老鼠變猿猿 是沒有中間形的生物的 猿和普通的陸地動物是不同的 牠們的鼻孔在頭頂上 在頭頂上噴氣出來 跟著就吸氣 跟著它下去水底可以潛很久很久 我們地上的生物是沒有一種這樣的情況 這個都很明顯是一個不同的創造 不是變出來的 其實很多種生物都是證明的 化石紀錄如果真的進化 因為化石是很誠實的 以前有什麼生物就有什麼保存 牠們找了這麼多年 都找不到那些生物怎麼慢慢出現 全部都是噴一聲出現 還有以前的化石跟現在基本上一樣的 就是那些生物是沒有變的 不過是不同的是大隻了 為什麼以前的環境好所以大隻 現在細隻了 就是分別是這樣 其實以前找到的化石跟現在的生物 是基本上一樣的 有些人說 如果不是進化 是否一定代表創造呢 下面我又說了 所有的生物包括動物植物 細菌 真菌或者病毒 全部基因都同一個密碼 因為我們的遺傳因子 它會產生胺基酸和蛋白質 胺基酸就是製造的蛋白質 它全部用同一個密碼 在維傳因子有四個基本的構造 四個字沒有代表atgc 它就好像排列英文那樣的 譬如說英文那樣 譬如我們寫一段英文那樣 譬如I go to school G o就是go to school S-H-O-O-L 我們會有這些字排列 遺傳因子也一樣 atgc據叫排排排排排排 就會有意思的 就發覺所有的生物 那個排列都是同一個意思的 就是在某種生物的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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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我們用這些經文可以用來跟別人談關於神的創造 我們用的經文就是羅馬書一章二十節 也可以用以賽書四十九章十五節 婦人因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 可以講到母愛 可以講到神創造的食物 以及各樣的東西都是滿了神的慈愛 由牛敦這個故事都可以用來解釋 今次就是練習去解釋 亦都可以跟問題討論 怎樣用這些方法來向人傳呼音 譬如說講到牛敦的故事 牛敦弄一個模型儀器 朋友就說一定有人弄的 你看到儀器你有沒有覺得有人弄 整個世界這麼多這麼精巧的設計 看我們的眼睛這麼精巧的設計 是不是整個眼睛都是自己變出來的呢 眼睛亦都是很特別的 全眼睛是透明的 全面有個鏡頭的 就會對焦的 在眼後面對焦的 後面有些神經會讀到訊息 就會傳到腦袋又懂得看到什麼 這個眼睛是非常奇妙的構造 我們都可以用來跟人討論 或者蜘蛛 那些蜘蛛為什麼蛋出生了 它就懂得自己織 蜘蛛網呢 那些帝王斑蝶從來都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為什麼懂得去那個地方呢 都是神放在它心中的 那些海龜為什麼懂得十幾年 走了去別的地方 游了這麼遠路水 懂得回到原來的沙灘去生蛋呢 那這些都是很多神奇的構造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進化論的人 你才需要解釋這一點而已 有些人都不太認識進化論的 OK 在這個時候有沒有一些問題想問呢 因為我這樣說的 這次說的有淺有深 淺的就是無礙啦 食物啦 這些就淺一些啦 是不是 深的 小小的深的蝴蝶啦 還有這個海龜啦 那大家在用這方面來去跟人解釋到 跟他討論 有這個神的創造 二牧師呀 你剛才說神創造很多美食給我們享用 那我曾經都有好幾次呢 有些非蕎徒就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上帝說惡人啦 但是你那些蕎徒又要吃動物啊 那你那些動物不死你又吃不到一個樂透的啊 那你真是可不可以愛生啊 OK 這個呢就是有些人認為死就是一定是不好啊 其實呢 其實呢 在自然界動物又會死啦 在人 當我們吃食物的時候 本來人是不需要吃生物的 根據聖經呢 就是在羅押出了方舟之後 神仙說呢 人是可以吃動物 那原因很大可能是這樣的 因為有些科學家研究 基督徒科學家研究就發覺 就是說在這個洪水之前的世界是好很多的 那之後聖經也說到那些人呢就短命了 洪水之前很長命的 那因為洪水呢 是令到環境破壞很多 本來天上有水保護這個地球 但是現在呢 那些水都下來了 所以變成了就沒有了這個保護 所以人需要吃動物 那些動物呢 它可以自然死啦 它可以其他動物殺死啦 可以人殺死啦 那是不是一定呢 人殺死它就慘一些呢 就是是不是一定 它就淒慘一些呢 其實 死是每一種生物都需要的 那通常人 就是譬如殺那些動物都一下子將它殺死 不是要來殘忍對待的 就是總之就是將它殺死 然後就要來吃的 那這個跟它被其他動物吃都是類似的情況 不是特別殘忍的地方 就是死 就是死 有些人來說就覺得很慘 但是其實死呢 在聖兵講就是說呢 在羅馬書第八章就講到呢 萬物都探飾勞苦 受造之物都探飾勞苦 等候呢 能夠享受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就是那些動物死了 其實它們很好的 它們就不用再賺食啦 它們就會可以享受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就是它們都將來應該在新天新地 有些人去到新天新地 就是有些人去到天堂都見到生物在那裡的 所以它們死了呢 可能對它來說是釋放勞苦 就是它們應該是釋放勞苦 但是是否全部生物去到 去到將來新天新地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起碼有些動物是 有些動物不是的時候 它們不用下地獄的 就是動物不用下地獄 所以死亡對它來說呢 並不是一樣痛苦的事 那時候痛苦的 不過接著它就死了 或者它就跟神一起 或者它是消失啦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就是有些生物是否到底是消失呢 但是對它來說並不是慘的事來的 所以我們吃動物不代表是殘忍的 因為佛教就覺得就是殘忍的 因為覺得它們是祖先來的 它們人的祖先 它們現在投胎做了其他動物 那它這個看法 但是佛教其實很多地方是不支持 它很多證據證明佛教是有問題的 我研究佛經 發覺佛經裡面有很多國人的問題 這個我不詳細講了 就是有機會可以講的 就是不證明它證明到它是神的 那佛教不是出於神的 那我想說就是說 殺死動物而食是因為人的需要 但是不代表一定是殘忍的 就是因為它遲早都是要死的 金車 還沒人 寇視典 gonna 給對 帥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